好 厚宇你怎么观察 现在政党支持度的民调表现 对 因为我们在那天晚上 临时决定要加这个民调 那做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考虑说 那我们直接提示台湾民众党好了 但是最后我们是用 柯文哲组成的台湾民众党 做这个政党的选项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民调 事实上今天呢 就是台湾民众党的知名度 没有那么高 但是柯文哲组成的台湾民众党 立刻吸引柯粉的支持 所以这个可能是测试出来 这个钢铁柯粉的支持度 对 事实上另外一个政党 我就不方便说了 其实也有看到我们的民调之后 有跟我们相互的比对 就是他们内部的民调 那他们是直接做台湾民众党 没有讲柯文哲的状态之下 其实也有3% 这也是蛮可观的 就是因为电视这样一天的宣传 其实就有3%的支持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时代力量的影响 我想是相对大的 那为什么会很大的状态之下 最主要第一个是因为 时代力量其实过去 它是被民进党里让出来一个政党 所以它的政党结构 其实是复杂的 一部分是绿营的选票 另外一部分其实是一个 什么蓝绿一样烂的 这些年轻人在支持他 黄国昌的仓粉 甚至柯粉在支持 可是他们因为呢 就是很担心这两边的矛盾 所以一直在路线上都不清楚 所以这一次的柯文哲主党 其实对时代力量 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造成严重的影响 那另外一个部分 他们也得罪了这个绿营的基本派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影响非常大的 当然是清明党 因为清明党过去是讲这个 秦政爱民守护台湾等等的 虽然比较偏蓝 可是从来没有去亲中的一个表现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的是 宋楚瑜是跑到中国去 有一些比较争议的发言 这些发言其实在发言之后 其实清明党里面 其实实质上已经分崩离析了 包含了黄珊珊 据说已经没有参与党务了 包含了林国成 实质也是都站在柯文哲这一边 他们只是在加入新政党的机会 所以这也代表说 清明党跟时代力量会 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未来这个所谓的蓝绿 一样烂的一个盘 大概就会被台湾民众党所吸附 那台湾这个蓝绿一样烂的盘 绝对有10%以上的支持 如果依照部分区的分配标准的话 我想柯文哲有机会 拿下4到5席的一个部分区 这个在政治上 我想是相对有影响力的 那另外剩下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比较支持 民进党的一个小绿的盘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 激进党跟我们绿党在分配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 目前的一个政治路线 好 那如果从政党的支持度 以你们追踪最新的数字来讲 几乎是台湾民众党加上民进党 这个总和接近国民党 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很有可能在 部分区的立委当中 南瓜比较多的席位跟席次 然后民进党的2020的 部分区的席次 会大幅的缩减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台湾民众党的 部分区应该会有席次 第四个是柯家军 刚刚讲到有很多是 现成的议员 将来还会不会浮现新的名单 还不确定 那柯家军投入选区之后 那会使得如果说 这个过去单选区两票制的 这一个机制调整之后呢 那那个竞选立委的人 他一定要是绝对领先者 可是在沙卡都的状况下 柯家军投入哪里 那一个区域本来的选票结构不一样 那造成的冲击跟伤害可能就会不一样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当他们提出这个名单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绿党是感到压力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长期是在做环保的议题嘛 那他们这个资源回收的能力 我想是相当的好 所以我们其实感到压力非常大 你觉得他们是政治资源回收党 对啊 什么垃圾都敢收嘛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说呢 其实呢我想 另外一个部分哦 其实是蓝绿的盘的改变 其实他们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制度 其实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概只掉一点点 大部分的支持度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民进党那边 或者时代力量这些比较偏绿的阵营啦 所以我想这一次民进党在 不管在部分区或者在区域上 我想都会比较辛苦 特别是 那我举一个例子 外界一直传说 黄敬营很有可能放在 这个北投区域的立委 然后这个瓜分无私咬的票 假设柯文哲放的人 就其实这跟柯文哲投入总统大选一样 柯文哲投入总统大选 现在有可能被边缘化 有可能不容易领先 可是柯文哲会瓜分蔡英文的票 柯文哲每一次在投入总统大选的 民调过程当中 好几个不同机构所做的民调 柯文哲投入相对韩国瑜胜算那高了 那于是乎柯文哲的人马 如果投入特定的立委区域 相对的民进党的立委要倒霉了 对我想其实我们讲两个部分 其实时代力量他在提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压力 因为时代力量有一个盘是这个绿营 腾袭年轻人的盘 但是台湾民众党他完全没有这个绿营 腾袭年轻人的盘 因为柯文哲跟绿营的制度重低 已经非常低了 所以他没有这个压力的状态之下 他去提名 其实他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他提下去 确实对民进党的伤害会很大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一次的盘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其实民进党在上一次 他在不分区是非常高的 比预期的得票还高非常多 但这一次他在不分区的掌握度 是非常大幅的萎缩 其实所以这一次会不会出现 这个多政党的状况 在不分区的部分 特别是其实过去 而且民进党在区域立委 也会大幅的萎缩 对 非常的危险 类似我刚刚讲的状况 本来前一次吴思瑶对战丁守中 吴思瑶显胜 可是现在如果在这个区域放进黄敬营 可能那区李婉玉也要选 现在 那他可能瓜分的票源 如果比较重叠吴思瑶的话 那国民党在那区的立委参选人 他的胜算就会拉高啊 对 第一个部分就是区域的部分 民进党确实是不利 我们看到他其实民调上就已经不好了 就是全国状况其实是蛮危险 再加上柯文哲的这个台湾民众党 其实落选的机率一定会提升 第二个部分就是 其实大家过去对政党票 其实不了解的 到上一次大概只有三成多的选民 了解政党票是可以民进党投完 区域之后 他的政党票可以投别的党的 他们不懂 这一次其实因为大家一直在宣传 这个政党票的概念 目前听说已经到50几个percent的民众 了解政党票是可以不同的党去投下去的 所以这个这一次会不会造成 就是台湾慢慢的走向多党制 我觉得柯文哲是他的一个机会 那我自己是蛮看好柯文哲的发展 我是觉得他选总统的几率是降低的 他这一次的选择 主党的选择 我说实在啦 其实据我所知内部的状况 是因为他没钱 为什么要透过主党来赚钱 因为主党是可以赚钱的 以柯文哲现在的政治实力 我们绿党跟盛民党都没有赚到钱 那是因为你们 没有党得票不够啊 我们百分之2.58这样 以柯文哲现在的政治实力 他很轻松的在政党票可以拿到10% 而且那个 10%大概多少票 10%大概是差不多100万票 100万票一票一年50块 一年就等于5000万 他也不需要郭台诚 够用了 加起来你看他四年可以领到2亿 而且可以有利于他下一次去投入总统选举 所以我个人的政治判断 我认为这一次柯文哲可能就是以政党票为主 进入国会为主 他投入总统选举的几率是降低的 而且柯文哲的钢铁 柯粉搞不好还愿意抖内他 跟抖内他的政党 因为上次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小额捐款也是蛮多的嘛 就是说他的钢铁柯粉还是他最大的政治资产 他的钢铁柯粉搞不好 选票给他 钞票也给他 就是以前次的选举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呢 以柯文哲来说 他就算没有要选总统 他也绝对不会清楚的把答案说出来 因为就是因为没有说出来 所以每一天记者都要去赌他们 所以他的算计非常清楚 他就是要透过主党来获得政党的补助款 用这个政党补助款去铺陈 未来他有机会参选总统的几率 跟组成他的团队 可是他的挑战就是 他要去怎么去找人才 我之前讲过的 他的人才都被蔡壁如弃走了 那他要怎么去找他的人才 他的团队呢